近年來車市越來越行 你現在所看的休旅車 在去年是賣到了全台冠軍 突破了3萬多輛 因為價位的考量在百萬以下 而且機能功能也都相當不錯 成了名衝購物車的重要關鍵 它標配就是前後行車機補給 門市人員介紹熱門車款 眼前這台進口休旅車 去年銷售第一 近年車市越來越好 進口銷量成長 逐年成長 漸漸難和國產車 分停靠離 進口車大概佔了47%到48%左右 相對的就是國產車 大概是52%或53% 其實最近這5年來 進口車的成長算是蠻明顯 全球受到新冠肺炎影響 2020年組裝人力短缺 車用晶片缺料 台灣還是繳出近5年最佳成績 457,435輛新車掛牌數 尤其是進口車成長變多 5年來漲了4成 它有一些比較先進的配備 第二個就是說它的車型在選擇上很彈性 第三個就是說它可能還有一些價格上的優勢 因為有時候在這個母廠的資源之下 為了搶工這個市場來講的話 這個有這樣子一個價格上的優勢 進口車和國產車屢次出現死亡交叉 根據數字單就進口車來看 在台式戰率從2015年的36.76% 升到2020年47.15% 短短五年間就提升了10個百分點以上 力打價格規格戰 銷售車類引導進口車 越來越受到國人青睞 內裝也好安全性也好 相對都比國產車還要來得好一些 那差價不多的情況下 加一點上去 開進口車其實比較好啊 價格可入手 規格符合期待 進口車變夯 加上台灣正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 簡稱CPTPP 台灣為扶持國產車業 長期17.5%的高關稅 保護國產車和市場 但加入CPTPP 免除關稅之後 將充其國產進口車市板塊 有助於購買增加的 因為我們台灣的關稅 六成七成上去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美國的車價的 那個價格 到我們台灣來 幾乎差了至少一倍左右 把關稅這個問題 消敏掉一部分之後 其實大家對於進口車 這件事情來講 他不會覺得說 非常有很大的負擔 2020年 台灣汽車零組件廠商出口金額 合計1927.2億新台幣 CPTPP會員國 合計出口就占了13.7% 進口金額 則是995.4億元新台幣 會員國進口比重 只是27.6% 其中日本占大中 國內車廠多和日系合作 勢必對車市有莫大影響 爆炸性的成長是在去年 到今年的年初 是有一個爆炸性的成長 對那未來的消費市場 可能也會有點疲軟 是因為原物量漲得太誇張了 像我們的關稅 我們的運費等等之類的 所以後面的市場 還是可以再評估一下 拼價格更看規格 進口車優勢看漲 逐年成長之餘 汽車銷售 競爭越來越激烈 TVH新聞葉劇宏 來明台北暁網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